沒有比較沒有傷害 比較一下 傷害都出來啦 大家好 我是挑戰男 你火鍋了 那世界盃喔 日本贏德國 韓國贏葡萄牙 全部爆了門耶 你們不會冬天冷上家人啊 吃麻辣鍋 溫暖一下啦 你們怎麼啦 說到這個真的有在氣的你知道嗎 害我一台電視喔 講他脆口口了啦 都不敢跟房東講你知道嗎 你們台東棒就對了 所以今天我們就評比 麻辣鍋湯底 那今天我總共買了五款 網友雞推的麻辣火鍋湯底 來PK一下啊 分別有 海底撈 小萌鳥 金色山脈 甲乙石日 還有我們的 麻辣啦 那一樣啊 今天除了單純試吃他們湯底的氣味之外啊 我還打算加入一些麻辣火鍋店 平常會有的配料 下去煮成小火鍋啦 太享受了吧 那吃鍋的同時呢 我們就順便來看看 到底這些知名品牌出的麻辣湯底啊 好不好吃呢 廢物不是說 我們可以動 first one 小萌牛です 很多人都說他們的這個麻辣湯底 比他們內用的還好吃呢 這會打的 什麼概念 這個比內用的好吃 這個比內用的好吃 哦 金香耶 而且它這個顏色好吸引人哦 來哦 基本上他們這樣一包麻辣湯底啊 裡面就是湯之外 還有他們的枸杞跟辣椒 真的是主打養生的耶 那一樣哦 我們就拍手直接把它變成小火鍋來吃啊 OK啊各位 我們的小萌牛煮出來的小火鍋啊 很香耶 來哦 那旁邊這一小碗啊 是我們加過水調和過的啊 就是沒有加入配菜煮的味道啊 我們來給它喝看看啦 最原始的 最對味的啊 這辣度其實還好 它的辣是一喝進去呢 你會感受到那明顯的香氣啊 就是脂肪味蠻重的哦 然後整個都是中藥的味道啦 哦 它這辣 是後進的辣你知道嗎 而且是我覺得是蠻有刺激性的那種辣哦 一開始進去的時候咧 沒有什麼傷傷力 過沒多久咧 刺激性的辣就來了啦 哦 夭壽 那我們來吃一下我們自己DIY的成果啦 什麼感覺 講DIY 整體加入這些配料之後啊 我覺得它們的辣其實沒有很持續性哦 它們的辣其實就是那種 你喝進去然後後進上來之後 沒多久就消失了啦 這個辣度可能是外面那種辣的 大概小辣至中辣之間而已哦 其實沒有到很辣啦 要小心嗆啦 又辣又嗆的 跟我們不一樣 我個人蠻喜歡那一點的就是 它們的湯頭真的很香 整個都是那個中藥的味道 還有那個孜然的香氣啊 難怪這款是網友雞推的 麻辣湯底第一名啦 講簡單一點 它就是比較大眾化啦 有些你不敢吃辣 但是有點想要吃麻辣湯的啊 就吃這一款了啦 小朋友 記得 等一下聯絡我 哈哈哈哈 什麼位 再來是我們的 湯不加麻辣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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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像有病耶 來齁 麻辣可以說是近幾年 非常火紅的麻辣火鍋吃到飽啊 同時也是林伯很喜歡吃的 一間麻辣火鍋店哦 同樣是麻辣鍋 剛剛那個顏色跟這個顏色比 很不友善耶 怕死紅 紅粒粒呢 沒在拍到啦 一樣啊 拍手就把它煮好小火鍋啊 OK啦各位 喂 我們的麻辣啦 嚴重 這感覺有點猛耶 這個香氣跟剛剛那個小萌牛香氣又不一樣哦 但是他們這個好像都是那種 辛香料的味道你知道嗎 那我們一樣啊 先試一下他們加熱水調和鍋鍋的味道啊 其實還好耶 我覺得剛剛它那個 辣的那種刺激的感覺 沒有剛剛那一款那麼強烈 但反而我覺得他們這一款 是麻耶 喝進去你可以很能感受到那個辣油 包覆著那個辣的感覺啊 它這個都是辣油的感覺耶 好麻哦 它這個花椒味很重耶 它這個麵吸起來都是那個辣油啦 整個蝦在嘴巴 肉肉餒 我們不要吃高麗菜好了 我覺得很好吃耶 我很喜歡它那個花椒的味道 整個口味上喝起來啊 其實很重口味 比起剛剛那一款啦 剛剛那一款是偏溫和啦 這一款大概有中辣以上吧 哦 精神都來了啦 我覺得它這個辣的程度是 一口一口一口疊起來啊 是會辣辣辣 辣 OK 各位那馬辣他們家的湯底啊 我個人覺得它吃起來是非常的重口味哦 他們那個花椒香氣非常濃 你可以感受到那個麻麻的感覺啊 我覺得辣度大概也是中辣那邊啦 只是他們整體這樣吃下來呢 是非常的厚質的辣 下面一位 再來這一款是我非常期待的 海底撈啦 說到麻辣鍋怎麼能少了海底撈呢 就像 說到台灣最少來吃播主啊 怎麼能少了你 來啦我們的麻辣血旺寶啊 來試看看 欸血旺寶它裡面好像是有壓血的哦 給它倒出來啊 這是豆瓣醬對吧 這感覺是豆瓣醬耶 他們這一包麻辣血旺寶啊 裡面就是湯底之外 它還有 三大塊的壓血呢 來哦 我們的海底撈麻辣血旺寶哦 我對他們家的壓血比較有興趣耶 整個聞起來 湯沒有到很刺激的感覺哦 但是海底撈的東西怎麼可能不辣呢 我們先喝看看他們的湯啊 原汁原味的 三小 這是麻辣湯嗎 不對呢 海底撈哦 這麻辣血旺寶在叫假的嗎 欸它完全不會辣耶 我很怕是不是我味覺有問題呢 來吃吃看 沒有辣就有點怪你知道嗎 它整個吃起來 味道非常的香 我覺得是香麻香麻的哦 完全沒有辣度的那種麻辣湯啊 但是呢 意外的 有味合耶 就雖然它沒有辣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吃起來很順你知道嗎 那個牛油加上到那個花椒的香氣啊 我覺得整體吃起來是蠻溫潤順口的哦 我們先吃看看它的麻辣鴨血旺 這個軟嫩的程度 I like it啦 洗一洗 它這個鴨血 它是棒耶 很入味就算了 它整個吃起來滑嫩滑嫩的 一咬下去 爆汁了你知道嗎 我喜歡這個爆汁的口感耶 哦 哦好爽哦 OK哦各位 那整體來說呢 海底撈這個麻辣血旺寶啊 整個吃起來味道我個人覺得是蠻不錯的哦 如果說你不敢吃辣的 然後又想要吃麻辣的話 我覺得 這一款 完全不辣的 可能可以試試看好了 但是對我來說呢 麻辣鍋 我喜歡吃有辣的 舒服 來第四款 是咱假禁聞所推出的 假以食日啊 那我之前其實有拍過他們的牛肉麵哦 吃完之後啊 整個愛上你知 那今天這個麻辣湯底呢 我也是很期待呢 那我現在吃到第四款哦 除了嘴巴麻麻辣之外 你們頭腦也麻麻了啦 來哦 他們的窗位麻辣鍋啊 裡面除了湯底之外 他們也是有鴨血的哦 而且是大塊耶 來啦 加熱一下 這個鴨血也是非常迷人耶 等一下再來給他處理一下 現在喝看看他們的湯哦 感覺看起來比較像是 麻辣清湯的感覺哦 麻辣湯底是都不會辣嗎 我有點被搞混了耶 麻辣湯底 但是他不會辣 那他為什麼要叫 麻辣 那假以食日這一款啊 他們的味道其實喝起來 相較於其他款的麻辣湯底 他們喝起來是蠻清爽的哦 覺得喝起來不會很重口味啦 有啦有辣 多喝幾口其實就能感受到那個尾韻有辣度啊 但辣度就相較非常低的那一種哦 有跟沒有一樣 再來吃看看他們的鴨血 鴨血啊那啦 OK的各位 整體來說呢 現在假以食日他們這個麻辣湯底啊 我個人覺得他吃起來 比較沒有麻辣鍋的感覺 你知道嗎 鹹度蠻高的 然後你要說麻好像也還好 就是有花椒的香氣 但是我覺得沒有麻的口感 然後也沒有辣的口感 就是尾韻會帶有一點微微辣的感覺而已 也沒有我想像中麻辣鍋的那種 香麻感你懂嗎 不是我的菜啦 但可能有一些不敢吃辣的可以試試看啦 下面一位 最後是我們的壓軸款 金色山脈啊 奇怪 奇怪 沒有紅 怎麼那麼多 我剛看到金色山脈出的這款麻辣湯底啊 只有一個想法 他們是在喝酒的嗎 果然 裡面就是麻辣湯底加上金釀啤酒啦 很前位呢 那他們這一款呢 我不知道他喝完之後 酒車會不會過啦 所以還是建議大家 開車不喝酒 喝酒不開車啦 來喔 我們現在給它倒出來啊 微微的微微的啤酒味 我看也沒有什麼好講的啦 麻辣鍋該講的前面都講過了 我們說過 我們直接 給它煮熟啊 咧 金色山脈手推出了麻辣火鍋湯底啊 我們現在喝看看他們原汁原味的湯 Unbelievable 就是你聞不出來 但是你吃的時候其實會感受到那個微微的那種酒香味 你知道嗎 來啦 吃看看他們的麵啦 欸嚴捏 這款喔 吃起來 花椒味非常的濃 麻麻的感覺非常的重啊 重點是 他們這個辣度啊 是辣喉嚨的那種喔 你一吃進去就能感受到他們的辣度啊 喔 這個大概有中辣吧 又香又麻又辣的 這個才是麻辣鍋的感覺啦 很開心啦 終於找回了我想要的感覺啦 很厭 很厭 我更正一下喔 它這一款應該是跟麻辣差不多 那個辣度跟那個味道也比較像 只是沒有麻辣的麻辣鍋湯底 那麼的重口味啊 這一款感覺是比較厚實的辣 然後味道算是蠻順的 整體吃起來 就是 香麻辣一次到位啦 這一款 我尷尬耶 噢 辣到我有點頭才痛 整體來說呢 金色山脈的精釀啤酒麻辣湯底啊 我個人是非常的推薦啦 我覺得它的湯頭不論是辣度 還是它的香麻辣口感啊 都是我的菜呢 好勒們到這邊 那以上是這次的麻辣火鍋湯底評比啊 原本我以為麻辣鍋的湯底 其實都大同小異 結果呢 這樣一次無款吃下來啊 非常不一樣耶 我個人最喜歡 而且我想要再回購的就是我們的 麻辣跟金色山脈啊 尤其是那麻辣的部分 如果你喜歡重口味一點 然後又喜歡辣的話 你可以選麻辣的下去吃喔 它整個香麻辣的 非常重口味耶 整個就是非常的有吃麻辣鍋的感覺啊 再來就是那個金色山脈的 那個精釀啤酒麻辣湯底 其實酒味的部分我個人覺得是還好啊 沒有到很濃的那種啤酒的味道 但是呢 它那個香麻辣的口感 也是我的菜呢 喝起來就是比較順口 主要是感受它那個花椒的麻味啊 今年冬天啊 這兩款給大家試試看啊 以上喜歡我的影片有沒有 記得幫我追蹤一下訂閱 還有我的IG跟臉 鼠窯幫我追蹤喔 我們說公...